我們第一個先來開我們的神牛GV55M 我覺得是最神奇的音源 第一個我們先來開箱我們的神牛GV55M 我覺得是一個最神奇的一個螢幕 因為做閃光燈可以做到變成做螢幕的廠商 我覺得其實也沒了 第一個我們先來開箱這個神牛GV55M 我覺得最神奇的一個螢幕 因為做閃光燈可以做到做螢幕 我也覺得很神奇 第一個先來開箱這個神牛GV55M 我覺得它是一個最神奇的螢幕 一個做閃光燈的廠商 結果做到變成做螢幕的廠商了 所以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然後就是我們的螢幕啦 那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然後就是我們的螢幕啦 然後這個螢幕它的保護梯上面已經刮傷非常非常嚴重 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神牛品質嗎 那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還有我們的螢幕啦 然後我們的螢幕很神奇的是 它的上面 螢幕上面已經有 它的這個保護貼啊 OK 那 那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還有我們的螢幕啦 然後我們的螢幕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刮痕 我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神牛品質嗎 就是你看電子背板 就是它的螢幕 它的螢幕保護梯上面全部都是刮痕 然後它後面的電池背板這上面也全部都是刮痕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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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換角度而不用鬆開任何東西